一份律師聲明稿 白紙黑字 寫著陳建州先生 范瑋琪女士委任辦理 表示大牙指控的內容不實 違法侵害到名譽跟人格 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求償一千萬元新臺幣 更要求大牙在本專置頂刊登道歉 起事三天 這個舉動引起討論 網紅毛巴律師質疑 現在還有人提出聲明 是要被告刊登道歉 起事有點意外 律師李宜貞表示 強制公開道歉違憲 民進黨桃園市議員批評用這種方式 要被害人閉嘴 真的是當大家都髮忙 而網友也沒有停止翻出 他過往爭議的節目片段 談到跟黑人在一起多年 范范也強調感情變得像家人 已經少有激情 對黑人有虧欠 這回黑人被大牙指控性騷 范范選擇一起聯合提告 大牙還沒做出回應 雙方將透過司法還原真相